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妈妈Brisisla 大家喜欢吃意粉吗? 今天想和大家说说意粉的营养 意粉比起一般中式的面食 会有营养点?还是不太好? 如果我想吃意粉 但又想吃得健康一点 市面上也有不同的意粉选择 今天我会做一个测试 用了三种不同的意粉 煮同一味的菜式 就是肉酱意粉 测试一下口感和味道有什么分别 让大家参考一下 在我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点赞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健康食物的营养资讯 请订阅营养师妈妈的频道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逢星期四、六都会上载新的影片 记得点点钟 今天想和大家说说意粉的营养 我说意粉是意粉类的一个统称 通粉、长通粉、蝴蝶粉、螺丝粉 其实都是同一种材料 由Durum Wheat做的 意粉是由小麦做的 其中一种小麦类就是Durum Wheat 或者叫Durum Wheat Semolina 中文就是硬粒小麦 它的特性就是小麦之中 它的蛋白质是最高的 首先我们看看意大利粉的营养 今天我们来看看三种不同的意大利粉 有普通的意大利粉 有全麦Whole Wheat的意大利粉 Whole Grain Wheat 100% 这是加拿大制造的 另外这种就是Chicopee 其中一种的牌子 就是由鹰嘴豆和扁豆造的 仍然是生质的 它标榜它的蛋白质特别高 当然因为它是鹰嘴豆造的 我们来看看营养价值 我们来看看这种普通意大利粉 它的成分是由小麦粉 Durum Wheat Semolina 它是作为主要成分的 它也会加了一些维他命 这种Feric Sulfate 其实是铁质 也加了不同的营养素 有时候可能是这个个别 这种是加了营养素 我们来看看 未必每一只都有 大家要查一下 如果你想特别额外 在意大利粉摄取营养的话 一个食用份量就是85克 都会有纤维有3克 给到11%全日的纤维需要 那算不算很多呢 起码你一定会给米粉那些多的 因为米粉啊 米线那些一般都是用蒸制的米来做的 那我们再继续看看 那这种它特别是额外加了 刚才那些维他命B1 这种是B2 B3 维他命B也特别高 也特别加了很多的 叶酸 对人妈妈来说 也是一个摄取叶酸的好的来源 其实凡是15%以上 我们就会说它是一个丰富的来源 所以纤维这种也有一些 11%不太差 但又不算非常高 其实如果你问我 意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还是其他中式面食 例如米粉啊 米线啊 或者生面啊 那种营养价值来说 我会和大家分享 意粉的营养价值会比较高 首先一般的纤维会比较高 有不少都会加了一些营养素在里面 好似这一包的意粉来说 大家看看食物成分表 里面都会加了一些铁质 去添加一些营养素在里面 其实一般中式面食 那个成分会比较简单 未必会有添加营养 第二 意粉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升糖指数会比较低 Glycemia index会比较低 什么是升糖指数呢 就是身体吃了这种食物之后 血糖升高的幅度和速度是有多快 这个数字会比较低 以一个影响你血糖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吃同一份量的意粉 或者吃同一份量的米粉 面 的话 其实你吃完这个意粉 之后 血糖升得不太快 所以它也会给你一些 比较持久的能量 对你身体 对于胰岛素的分泌刺激 就没有那么高 现在也是说吃低Gi 饮食会比较健康一些 这是第二 与其做米粉 可能你吃通粉 都是一个简单去减低 你对血糖的影响那方面 有什么人不太适合吃意大利粉呢 首先我撇开你的主食方法 是这么说的意粉本身的材料 如果你有这个我们叫做 Gluten Intolerance OK 即是这个 肤质不耐受的话 就不适合吃意粉的了 肤质不耐受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 我可能稍后去拍另一个视频 跟大家说说Gluten Intolerance 究竟你是否需要吃低Gluten foods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所以你不受Gluten的人 其实意粉类就不适合了 Gluten对一般人来说 不是一种有害的物质 是可以吃 而且不会引致身体上的问题 介绍了意粉的营养 我今天就特别想介绍 另外两种意粉类 和做一些测试 煮出来 做一些测试 比较一下那种的味道 第二 我就想选择这些 全菊的意粉类 究竟营养比较意粉之下 是否更好呢 我们比较这种全麦意粉 我们停下看它的营养价值 首先这种全麦意粉 全的三成的纤维量 是可以给到你的 全菊类的意粉 它的纤维份量比一般的意粉 高一倍有多 其实那里是两倍半 所以纤维高那么多 其实味道是否差很远 等下煮一下给大家看看 又试一下 我平时家常煮一道菜 就是肉酱意粉 我会加很多额外 加番茄和蘑菇 增加纤维量 当然意粉的主打就是意粉 大家看到 其实这些意大利粉 和平时的意大利粉 就深色了少少的 其实未煮之前也看到深色少少的 好了 这样就煮好了 其实就这样看样子 没有太大分别 等下吃一下 看看有没有大分别 看看口感有没有大分别 全菊 全麦意粉煮的肉酱意粉 第三个想和大家介绍 这个Chick Pea的意粉 就是鹰嘴豆意粉 上周我和大家介绍了鹰嘴豆 原来鹰嘴豆有出意粉 另外这种就是Chick Pea 就是其中一种的牌子 就是由鹰嘴豆和扁豆做的 一种是自然的 那我们看看第三种的意粉 它蛋白质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给它 它这个真材实料 只是加鹰嘴豆面粉 黄扁豆面粉 黄扁豆面粉 和红扁豆面粉 和红扁豆面粉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它的蛋白质是非常高的 这个份量 100g 比方说多 我用了一点 不过大家看看 如果蛋白质 普通意粉 它是9g 但是这种意粉 它是2倍以上的 蛋白质 蛋白质含量是2倍以上的 营养价值肯定是好的 但是好没有味道呢 我们等一下要煮一下 给大家看 就参详一下 它没有额外加很多的维他命抗物质 它本身都已经是营养丰富的 大家看看 它有很多的铁 维他命B12 它有很多的B12 那这些全部都是 相信是在豆里面 相信是本身的面 本身的豆本身是营养丰富的 所以它的维他命抗物质 真的非常之丰富的 那营养是很好 那究竟好没有味道呢 那我们现在就研究一下 比较传统意粉 如果我不用普通意粉 我用鸚嘴豆意粉去煮 那个效果又怎样呢 味道会不会一样呢 既然鸚嘴豆那么有营养 其实是否可以试试吃这些鸚嘴豆意粉呢 同一味道 三个不同的食材去煮 给大家看一下分别了 那就煮好了 其实大家看到这些意粉的口感 它肯定是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意粉的弹性 我们试试先 这些东西 似乎鸚嘴豆意粉 它的质感和平时煮的意粉 那种感觉都很不同 因为它入口的弹性是没有什么的 其实意粉它本身有那种弹性 就是来自那种硬粒小麦的 那就是有种弹性在那裡 所以鸚嘴豆就没有这种鸚嘴豆 当然鸚嘴豆意粉 就是适合一些 本身吃不到 即是适合一些 需要吃鸚嘴豆的人 即是受不了肤质的人 就适合吃鸚嘴豆意粉 所以鸚嘴豆本身入口的质感 其实淀粉质会比较重一点 就没有那么弹牙 完成了这种鸚嘴豆的三种食材的煮法 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 有没有兴趣试试其中一种呢 我会鼓励大家 就算你说不喜欢鸚嘴豆意粉 或者不喜欢全麦意粉 其实都应该可以多些吃意粉 因为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试试 煮其中一种的鸚嘴豆意粉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在下面的说明文 就会写下 如何去买这些不同的 就是会给大家的链接 去看不同的产品资料 大家可以去说明文看看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